老干妈的肖像商标 高老师,大街区来了 听说腾讯向老干妈道歉 双方获守言和 今后他们还将要合作呢 我也听说了 老干妈有很多的意义 很多商场都卖断货了 说起老干妈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呀 当然是这个包装屏上 老干妈淘化了一个照片啊 这么独特的包装 我肯定不会悬错 听说他们还注册商标呢 对的 这是老干妈的注册商标呢 在商标领域 我们把这种商标 称为肖像商标 就是把一个人的肖像 作为商标进行注册 人的生命有限 但一旦成为品牌 肖像则可以成为 世代传承的财富 例如肯德基老爷爷 王首义十三香 李先生牛肉面 这些已经过去的名人的肖像 仍然作为品牌 为大家所熟知 注册肖像成为商标 还真是一个好点子 心动了吧 不过需要注意以下内容 一 肖像本身没有办法被称呼 不容易被实际 建议注册和使用商标的时候 附属文字 二 注意避免和他人 在先商标近似 最近 这件肖像商标申请 就被悲剧的驳回了 原因竟然是申请人 穿了一件 带有阿迪字样的T恤 结果被商标局引证 在先商标给驳回了 唉 大意了 三 肖像权是非常严肃的人身权力 神圣不可侵犯 如果使用他人肖像作为商标 注册申请 需要肖像权人出具 经公正的声明书 原来如此 我得赶紧去找几张好看的照片 去注册商标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